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探討香港家庭暴力問題 甚至乎是否還有很多隱性炸彈藏在裡面 因為近期見到很多不同的砍人案件很暴淚 究竟發生什麼事 香港是否真的埋藏了很多病人 甚至有人覺得香港很多人都有情緒病 精神病等等 這件事件在4月前發生 在順利村有位父親因為一個瑣碎事 竟然跟兒子爭執 最後兒子報警 父親情緒激動 竟然拿著把刀含著女兒 最後警員破門 把父親帶走 這件事件在順利村 這件事件引發起家庭暴力的問題 原來一直都有 這件事的後續又是怎樣呢? 究竟香港現在的醫療是否真的足夠呢? 去幫助很多人事手 甚至乎有人又說 不是的 之前說到醫生根本都沒有空 太多病人了 究竟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一會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這件事件剛才說過 是關於順利村的 是不是? 香港媒體 01 持續跟進這件案件 因為一對小兄妹 在順利村的單位裏面 被一位患有精神病多年的父親涉嫌虐待 遲都歇遲 這件事件後來 幸好他們沒事 但經過一次一役 人心惶惶 這三母子打算搬走 但原來申請調遷 很難 困難重重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解決呢? 為什麼會出現這件事? 是否早就有? 有什麼導致老公情緒突變? 原來這個家庭本身很和睦 在2009年 這位母親帶著兩歲大的兒子來香港 和丈夫一家團聚之前 夫婦年輕時經過親戚拘捕天槍 拍拖半年就生了兒子 老爸對兒子很疼 老婆抱著和丈夫團圓的期盼 於是 來了香港和老爺一起住 連同大嫂住在一間很小的房子 但大嫂處處壓迫想趕走他們 結果兩兄弟因為這樣 驚動到警方 吵架 老公懷疑精神壓力過大 但是就暈倒了 你想想 兒子 小兒子 結婚了 老婆 又是兒子 一起住 沒有位置住 又是老爸 又是老老 又是老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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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話給你聽 人解決不了那件事 想不到 然後很激動 開始天天吵架 出現了情緒病 想不到原來這位男士 因為這樣 激動到暈倒 更加入住了兩個月的精神病院 持續複診 入了精神病院之後 情況沒有好轉 自此之後 性情大變 經常都很燥底 更加出現幻聽幻覺 對著老婆 又霸道還蠻 又佔有肉 說到 吃飯的時候 不准她坐在 自己 這位老公的親兄弟旁邊 試過反枱 又懷疑自己的兒子不是自己生 驗完DNA 都覺得 我懷疑你和別人生 或者有這些妄想症 經常會無端端打個兒子 大家都知道 對於這件事件 順利村 為何父親這麼兇殘 父親是不是有精神病 原因在哪裡 就是這樣 其實是看到環境迫城 不是他想的 所以有人說 我們首先要知道根杰 他本身沒事的 他本身是一個很好的男 你當是一個好人 一個正常人 他是因為環境 沒有辦法 你說他自己不努力 沒有辦法 買一間房子就可以了 這樣說是容易的 或者出去租 說很多話說得很容易 但是 一直都沒有辦法 大家就迫在一起 出現了這些問題 好了 妻子說 她的丈夫早年 做郵政總署的時候 弄一條腰 獲賠幾十萬 拿著雙殘津貼 所以因為這樣 就沒事做了 更加對家的事 甚至乎加計 就不理了 更慘 沉迷賭博 爛賭 他說錢都不知花在哪 既然 老公這樣的時候 老婆於是 不如你找一份兼職保安 亦都找一些社區的社工 去幫忙 勸一下他 但是 老公就屢勸不聽 拒絕和社工溝通 他只能夠自己擔起投家 試過做四份兼職賺錢 他說現在一份長工 一份兼職 每日做十四個小時 他賺兩萬多元就養家 他說很辛苦 但是沒有辦法 他說自己一個撐起投家就是這樣 他說維持了六七年 有時候都很累 偶爾都要拿幾天休息一下 去放鬆一下自己的心情 否則他崩潰也不可以 他說這幾年由於這樣的情況 大家都是越走越遠 沒有溝通 關係只是一指分輸 他沒有想過想離婚 因為他不想子女出生在單親家庭 他說自己怎樣辛苦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子女有一個完整的家庭 讓他長大了才算 我自己覺得不對勁 因為你夫妻之間的關係 天天吵架 或者讓小朋友看到 這樣對他的成長都是一個不好的 你說單親不好 都會有影響 但如果遇到一個老爸 或者不一定是老爸 遇到一個老媽 遇到一個老媽 或者難倒一個老媽 不理家的 喜歡打牌的 如果老爸又是難倒幾個女人 拖回家 那些子女看到的時候 他們會怎樣呢 吸收到什麼呢 在一個這麼惡劣的環境成長 是否一件好事呢 為什麼不早就 當然 有媽媽的想法 我們剛才說過 他老公 因為這樣的情況 而得到這些情緒病 其實不是他想的 環境迫成 所以 他老婆在咬牙關 再忍幾年 就說等到女兒升到中學 17歲的兒子 就可以出來工作 就想守得雲開見月明 就不用打那麼多工 誰不知在今年4月尾 出現了這件案件 他說 引了他十幾年 今時今日 糟糕了 即是覺得 老公要做到這樣這一步 我都幫不了你 幸好 那些子女沒有受傷 但這件事件 對他們整家人的影響 都是很大的 雖然暫時說 這位男士 老爸 或者老公 是因為 撇遲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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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回家 但是 說到現在的兒子 一聽到鎖匙聲 就很害怕 因為有這些陰影出來了 擔心是他老爸回家 而那個女兒 說到女兒 慢慢發惡夢 整天夢到他老爸 真的這樣撇遲他 所以現在說到他們很想搬家 就算搬遠一點也無所謂 於是找社署 找房署 房署一開始就說 只可以臨時居所 就說給一家四口暫住半年 同時間又要兩邊交租 即是新屋和舊屋 暫住期會去到審視個案 即是他們會再審視個案 可不可以繼續讓他們住 如果 批掉老爸 有他 三母子分開 就必定要有離婚子 這樣 那你很求行 你又怕男人會回來 你又要搬走 但你搬走又要給兩間房子的租 他很大負擔 所以說到 零一 很多媒體都幫他們跟進 現在跟進成怎樣呢 就說 房署幫他們安排了一個新的住所 更加免除其中一間房子的一個月租金 而說離婚子也可以後補 就說他搬家後 把這個順利村單位交給房署 那男士那怎麼辦呢 不理會了 不能理會了 因為現在她的丈夫 還在小嵐精神病治療中心看著 老婆也有去探望她 老公就說答應離婚 好了 更加說會自己搞定 不會跟他們一起住 但是 那些小孩子依然很擔心 老爸放出來之後會回到家 說到 他媽媽為了自己的著想 決定 以後都不會再找個老爸 即是找個丈夫 希望三毛子能夠展開新生活 那你真的可以看到 為了一些子女 沒有辦法 那男士你不爭氣 又可以這樣說 你不肯接受治療 原先是可憐的 但是中間那段時間 好像你自己也不幫自己 近期也出現了很多 很多種種不同的精神病事件 有人就非常關注 甚至乎這位女士主 她自己說回 她老婆說回 她說這麼多年 跟她老公關係不好 大家都不想跟她說話 就是不想刺激她 所以她老公看醫生的時候 都不陪她 很難掌握到 究竟她老公現在的問題有多惡化 惡化成怎樣 又不知道怎樣幫忙 所以 她也出來說 因為這些事件 不要怪她老公那麼簡單 而是希望政府能夠關注精神健康的問題 希望能夠政府 派多些人上滿家房 去問一問家人是否需要支援 不只是問那麼簡單 我覺得 是真的有腳踏實地 因為你看得到 近期 就著這些種種事件 大家社會上非常關注 究竟香港醫生和醫療 是否資源不足呢 因為原來說到 公立醫院精神科醫生 一個人要面對 或者跟進 761個人 761個人 一個醫生去處理 你想想 她多忙 每一個醫生多忙 你可不可以用很多時間 去照顧到 或者去跟進每一個案件 是很難的 每個案件都是複雜 不是頭暈申請 那麼簡單 不是雙瘋咳 看完就開藥 吃兩顆止咳 或者流鼻水 這樣就可以了 你要是持續跟進去深入了解 所以有一些教授 香港的教授 香港大學的教授 他說 當醫生要應付這麼大量的病人 大家都知道 只能夠用時間縮短 去彌補這個問題 令到整件事便不會好 更加出現了 隨時走漏潛在危機的個案問題 所以 有些專家覺得 不如增加多些精神科醫生培訓的配額 我覺得這樣說 這件事必然要做 第二件事 不是說去大灣應該引入 或者引入其他人 因為我自己覺得 有些事情 你引入了醫生下來 他都未必很從根 很快找到問題在哪裡 因為 你自己本地 大家遇到什麼問題 你在那裡生活過 你在那裡住過一段時間 或者從小到大 在這個地方住 你可以拿到共鳴 你大概會知道 他這樣 你是不是因為工作壓力大 或者是否找不到屋住 你遇到錢壓力 醫食住行很大問題 大家會很容易找到相關的問題 導致他這些情況 或者導致他有精神失常的情況 但是如果一個外來者 他只能夠 你這樣 應該是這樣的 或者他判錯 或者研究錯 方向兜了很遠 亦都不出奇 我又覺得 政府方面 真的要派多些資源下去 現在大家引起社會關注 就是種種不同的無差別的襲擊 近來多了很多 就是拿刀斬人的案件 不知道有關還是沒有關 有人拿出來數 你看看 好像沿著地鐵站走 有人是這樣說 去到九龍灣 然後去牛頭藍田 然後去觀塘 怎樣都好 其實現在社會資源 好像感覺上 就很不夠 無論醫生好 護士好 社工好 甚至乎相關的團體組織 都好像未能夠幫到手 所以 是不是應該要擴大 甚至乎多些宣傳 給大家多些知識 怎樣去幫他 或者社工方面 是否不夠 是否需要培訓多些 現在政府就說要優化 改善 很多不同的情況 例如推出5加5措施等等 怎樣可以盡早介入 當然了 政府立即做了事 我們是看到的 但是實質運行下來的時候 又怎樣呢 你看到這宗案件 順利簽的案件 由頭到尾 你見到一個人的變化 到最後 有人說 承受這個惡果 但是我們看回整件事的頭 他原先不是這樣 原先他不想 但是因為種種家的問題 或者環境問題 導致人突然巨變 這種巨變 某程度上 與社會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都不能夠忽視 身邊的人 如果 亦都可以這樣說 自己家人也好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單單打打 就是為了家屋 或者為了某些資源 就是爛爛臉 有些 心態 或者叫正面 或者強大一些 可以頂得住 有些真的頂不住 就出現了家庭暴力案件 所以 另一個問題就是住屋問題 所以很多東西都會拉得到下來 就是香港整個環境 你經常叫人生孩子 生得多些 你這樣的環境 我怎麼生呢 生完出來家庭屋斃 自己都抵受不住的壓力 人都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誰幫我呢 所以 淋淋種種 很多細節位上面 如果可以做得好的話 我相信 香港會多多些人生孩子 多些人來居住 多些人才來 所以 其實社會問題是一環靠一環 今集先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